当侦察员格尔德曼让维拉·科尔汉耶瓦按照《刑诉法典》第206条的规定签名时,他明白了自己的权利,着手对他们的宗教集团全部17名参加者的案卷详细地研究起来。 侦察员心中怒不可,但又不能拒绝,为了不跟他一起受罪,便把他带到一间大办公室去,那里坐着六七个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起初科尔尼耶瓦只是阅读材料,后来不知怎的,也许是工作人员们为了解闷,攀谈起来。 这时维拉开始了一场真正的步道。 大家秉神宁兮,听他讲,偶尔提些问题以便加深理解,这一切都是他们闻所未闻,出乎意外的。 聚了满满一屋子的人,别的房间的人也来了,尽管他们不是侦察员,而只是一些打字员、速记员、文件装订员。 但终归他们都是这个圈子里的,这可是一九四六年的极观啊。 我们无法复述他的独白,他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事,也说到了叛国分子。 为什么在农奴制时代的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中,没有这种叛国分子呢? 那时出这种人才是自然的。 但他说的最多的是关于宗教信仰和教徒。 他说,从前,你们一切立足于肆无忌惮的贪欲,你们的口号是抢劫抢来的东西。 那时候教徒对你们当然有妨碍,但是现在你们想搞建设了,要享受今世的快乐了,你们为什么要迫害自己的优秀的公民呢? 这一类人是你们最可宝贵的材料,因为教徒不需要监督,教徒不会去偷,不会躲避劳动。 而你们却想靠自私自利的人和好嫉妒的人去建设公正的社会,所以你们一切都搞不成器。 为什么你们要亵游优秀的人们的心灵呢? 让教会有真正的分离权,别去碰它,你们不会因此而损失什么。 你们是唯物主义者吗? 那就依靠发展教育吧。 据说它可以消除宗教信仰。 但为什么要抓人? 这时,格尔德曼走了进来,想粗暴地打断说话。 但大家冲着她嚷了起来。 你住嘴,你闭口,说吧,说吧,妇人。 怎样称呼她好呢? 女公民,同志,所有这些都是禁止的。 这是一套陈规陆席造成的难题。 妇人,像基督徒那样来称呼,是不会错的。 于是维拉便在自己的侦察员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宣讲。 请看,卡尔汗以往,在国家机关办公室里的这些听众,为什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囚犯的话,能打进他们的心里。 前面说过的杰雷霍夫,到现在还记得第一个被他判处死刑的人,很为他惋惜。 能保持这样的记忆,说明他还总有点人心吧。 这是杰雷霍夫的一个插曲。 当他向我证明赫鲁晓夫统治下司法制度的公正时,使劲用手披桌子玻璃,在玻璃边缘上划破了手腕。 摁了一下电铃,一个工作人员进来打了个例证。 值班军官给他拿来了点酒和双氧水。 他一边继续谈话,一边把沾了药水的棉花在划破的地方无可奈何地摁了一个小时。 原来他的血不容易凝固。 老天爷通过这一点清清楚楚向他表明了人的局限性,而他却在审判着,把一个个死刑判决夹在别人身上。 大楼的监管人员,不管怎样冷若冰霜,而心灵的内核,内核的内核,在他们身上总还应当保留着吧。 普瓦说,有一次带他去审讯的,是一个冷漠的,好像没有长嘴巴,又没有长眼睛的女传代员。 突然,炸弹在大楼近旁接连爆炸,好像现在就要扔到他们头上。 女传代员朝自己的犯人猛跑过去,在恐怖中抱住了他,寻求人的融合与同情。 但轰炸过去了,于是又依然顾我,把手背起来,走。 当然,在死的恐惧中流露人性并不值得特别称道。 正如,天独情深未必证明其善良,人们称赞最高法院院长哥利亚科夫爱种花,爱读书,常去逛旧书店,对托尔斯泰克洛连科奇科夫很有研究。 但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什么呢? 害了多少万人啊? 或者,比如说那个上校,约赛的朋友,在弗拉吉米尔的格里所里,还哈哈大笑地讲述他怎样把犹太老人们关进冰窖。 他的行为放荡不济,唯一害怕的是被他的妻子发去。 他相信他,认为他是个高尚的人。 他也珍惜这点,但难道我们敢把这种感情当作他心中善的基点吗? 他们不撒手地看中了天空的颜色已经一百多年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 在莱蒙托夫的时候就有,你们添蓝色的制服,然后是蓝帽子,蓝尖章,蓝领章。 后来叫他们不要那么显眼,大片的蓝色渐渐避开了人民感恩的视线,渐渐集中到他们的头上和肩上,只剩下细滚边,但毕竟还是蓝色的。 这只是一场假面舞会吗? 或者是表示任何黑暗的东西偶尔也要去领受苍天的圣餐。 这样想倒是很美丽的。 但是你知道,雅各达是穿着什么制服去参拜神圣的吗? 据一个目读者说,在莫斯科近郊,雅各达的领地上,在澡堂脱衣间里,特别放着一些圣像。 雅各达及其同伴们脱衣后,先要用手枪向他们设计下,然后才进去洗澡。 这怎样理解呢? 因为他是恶人吗? 恶人又是什么意思? 世上有这种人吗? 我已更接近于这种想法,不可能有这种人。 没有这种人,童话里描绘恶人,说给孩子听,为了情节的明了,是可以容许的。 但是,当历代的世界文豪,沙士比亚也好,喜乐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三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的形象的时候, 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已经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 主要问题在于描绘这些恶人的手法。 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他们干脆就这样思考,我不作恶便不能生活。 让我来塑使父亲去反对兄弟,让我来享受牺牲者的痛苦吧。 雅各明确地说出自己的目的与动机是黑暗的。 是由仇恨产生的。 不,没有这样的事。 一个人要作恶,事先必定在心中把他当作善,或当作一件有意义的合乎常规的举动。 幸而然,具有为自己的行为找出正当理由的天性。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理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 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羔羊。 沙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指于几十具尸体,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 这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们能够在自己和别人的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 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谕。 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 雅各宾派和布尔士维克,使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 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 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 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二零年,有过一个传闻,似乎彼得格勒的奇卡和奥德萨的奇卡,不是把自己的已决犯人统统枪毙掉,而是把某一些拿去喂室内动物园的野兽。 我不知道这是真事还是诽谤,如果有过这类事,那么有多少起? 可是我不会去寻找证据,依照蓝滚鞭们的习惯,我想建议他们向我们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在那些饥荒的岁月,上哪里去喂动物园搞食物呢? 从工人阶级嘴里抢吗? 这些敌人反正要死掉,干嘛他们不以自己的死亡去支持共和国的养兽业,并这样来促进我们迈向未来的前进步伐呢? 难道这不是适宜的吗? 沙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限,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物理学上有一种发现量或发现现象。 当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种发现没有被越过时,根本不会有这类现象。 不管怎样用黄光照射理,它不发出电子,但微弱的蓝光一射,电子便出来了。 把氧冷却一百度,施加任何压力仍是气态不肯变化,但超过一百八十度就流动了。 变成液体。 看来,暴行也是一种发现量,人一生动摇,辗转于善恶之间,滑倒跌下,攀登回物,重入迷途。 但只要不越过暴行的发现,它还有可能回头。 而它本人也还在我们的希望之中,当它因作恶过多或者达到了某种程度。 或因权力过大而突然越过了发现,它便自外语人类了,而且也许是一去不复返了。 自古以来,人们关于公正的概念总是包括两个方面。 美德取胜,邪恶受罚。 我们有幸活到这样的时代,现在美德尽管没有取胜,但也不总是被狗追着咬了。 挨过揍的,身子虚弱的美德,现在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蓝绿衣衫走进屋里,在角落里坐下,只是别吱声。 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 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付罪责的人。 谁只要坑一声,四面八方就会向他发出责备的,起初还是友好的声音。 您怎么了,同志,为什么要去触动救伤痕呢? 退休的兰姑帽们,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加以反对。 为什么要去触动那些蹲过劳改营的人的伤处呢? 应当爱护他们呀。 随后,棍子就上来了。 这,没有整够吗? 给你们恢复名誉,过头了。 在西德,截止一九六六年,已经判处了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不吝惜报纸篇幅和广播时间,我们下班后还留下来开大会和举手表决。 太少了,八万六千,太少了,二十年也太少了。 接着干。 而在我们这里判处了将近三十人。 在奥德河和莱茵河彼岸发生的事情,我们心急活了,而在莫斯科郊区和索西附近的绿围墙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杀死我们丈夫和父亲的人正坐着汽车在我们街上经过,而我们还给他们让路。 这种事情,我们既不心急也不活了,我们无动于衷,不要翻旧账嘛。 然而在八万六千个西德人按比例折合成我国的人数应当是二十五万人。 可是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我们没有找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传到法院去。 我们怕触痛他们的伤处,作为他们的象征。 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三号住着的洋洋自得的,头脑僵化的,什么也没有想通的,浑身筋透着我们鲜血的莫洛托夫。 他气度高贵地走过人行道,坐上又长又宽的小汽车。 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能猜出的谜的事,惩罚自己的恶人的机会,为了什么给予了德国,而俄国却未能得到。 如果我们永无清除在我们体内腐烂的会晤之日,那么我们将面临一条怎样的绝路,俄国将给世界做出什么样子。 在德国的法庭上,时日出现一种奇决的现象,被告双手抱头,放弃辩护,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 他说,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的是他犯下的种种罪行,而他充满厌恶,他不愿再活下去了。 这就是审判的最高成就。 邪恶受到如此深重的谴责,连罪犯都避之不及了。 一个从法官席上八万六千次谴责了邪恶的国家,便能够一年一年的,一步一步的摆脱邪恶。 那我们怎么办呢? 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 我们先是乖乖的让人家成百万的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的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 如果俄罗斯伟大的忏悔传统,他们根本不懂,而且觉得可笑,那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对于承受他们给别人所造成的痛苦的百分之一,能怀着动物的恐惧,而这种心理又压倒了他们身上任何公正倾向时,那又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死死抱住,用死难者的鲜血培育出的利益的果实不放呢? 不言而喻,那些即便是在三七年摇脚入即把手的人,现在都已不年轻了,他们都是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了,他们风衣足食,舒舒服服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因此任何同等的环抱都为时已晚,都已经不能对他们实行了。 就让我们宽大为怀吧。 我们不枪毙他们,不灌他们眼水,不把臭臭撒在他们的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飞,不让一星期站着不睡觉,不用皮靴踢他们,不用橡皮棍打他们,不用铁环孤脑关,不把他们塞进监视像行李那样落起来,不做他们做过的任何事。 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 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地说出, 如果这句话在我们国家只说出二十五万次,也许就够了吧。 在二十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该翻的旧账。 我们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罚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作声,把他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了。 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 有朝一日,他将千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瓦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 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 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够带来好处。 生活的